高官警官 鐵購 建築 水堡 都一起來這裡跟鄉親們見面 我本身是花蓮人 去年就到這郊西云 納藥飯店來上班 那我父親也是宜蘭人 到我接待來搬到花蓮 那娘家也在宜蘭 我想這樣子的環境 我們都從小就是忽然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那所以呢 我們真的很願意在這裡 能夠跟鄉親們一起來做一些活動 跟生活 跟一些打拼 那主要是今天利用這個機會 讓我們所有的團隊 還有同仁們跟大家見見面 來說明一下我們這個案子 裡面的一些內容 請各位下去再給我們指導 那我們就開始有一個 公布公職的一個說明 就一個請問主辦 市小姐們就讓大家都做一個報告 各位大家好 我是全品公司 請代表郊西云雄越來大飯店 為大家簡報 關於豐富豐期旅館的 整體開發事業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書的 公開說明會的簡報 這樣有聽到嗎 很小聲 好那接下來我會更大聲一點 那整個簡報的大槓 我分成四個部分 包括前言計畫內容 還有環境保護措施 還有檢語的部分 那我們這一次的公開說明會 主要是依據法員依據 依照環境影響說明書 環境影響評估書的 第七條第三項 審查結論主管機關 認為不需要進行第二階段 環境影響評估 並且經過許可者 開發單位應該進行 公開說明會的主席 那另外在時間的部分 我們是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法 實行記者第十八條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七條第三下的 公開說明會 那與動工前辦理 那接下來的作業內容 我們是依照環境影響評估 公開說明會作業要點 那我們基地是位在 在宜蘭縣郊西鄉 那基地面積是7524.48平方公尺 那它是位於古風路側 那未來就是經由一二連接一台九線 那我們這個基地 未來是做旅館 主要的那個建築物 我們是地上六層 地下兩層的那個五十間的客房 那我們的建築物面積是 1511.84平方米 容積率是在78.92% 那停車未來規劃是 汽車是103席 機車50席 大行車是1席 那目前的工程的話 我們是預計施工26個月 在景觀規劃的部分 在道路旁還有 綠化面積 因為機能的不同 我們種植不同的樹木 在道路旁的話 主要是以引導為方向 所以我們種植橘木 清風還有張樹 那綠化 綠化空間的部分的話 我們主要是做視覺焦點的部分 所以我們種植眼香花 然後山蔭花等等的樹木 那在我們基地未來 施工及營運期間 我們提出了幾項的環境保護措施 那包括在空氣品質施工期間的話 我們會 如果有臨時堆置物的話 我們會給予覆蓋 或者是定時灑水 那運輸測量的話 我們會 以防塵塑膠布 或防護遮蓋 然後避免那個空氣污染的排放量 那在營運期間的話 垃圾佔存廠的話 我們會定期的清洗還有消毒 那污水處理廠 我們也會定期的維護保養 然後會有防抽味的產生 那未來的話 我們也會鼓勵旅客 來這裡的旅客 能夠搭乘大眾招募工具 那在營運震動的部分的話 施工及營運期間 施工期間的話 我們在計畫區的周件 我們會設置施工的綠圍裡 那我們會請廠商 能夠選擇低噪音的機具 然後防止高噪音的機具 同時的作業 那施工機具跟運輸特輛的話 我們會定期的維護保養 那在營運期間的話 我們會設置濾化的緩衝區 然後改善露業的狀況 然後進行噪音級震動的監測計畫 那另外在水質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基地的周圍的話 我們會設置導勾 然後將地表激流的沸水 精油滋喉沉沙池 沉沙之後 我們才並且定期的清理 那我們會確實做好的防災措施 跟排水的措施 那生活污水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請合格的清運業者 幫我們帶回清運 那在營運期間的話 我們會做到雨水中水的回收 然後回收後的水 我們會作為交換 跟其他的砸排水使用 那生活污水的話 我們會藉由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 那在廢棄物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定期的實施垃圾分類 然後並且委託合格的清理業者 幫忙清運 然後做好基地周圍的環境 退身的管理工作 那在營運期間的話 廢棄物我們會做好垃圾分類 並且委託合格的清除 處理機構定期清運 那我們也會將 提送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給環保局 那在生態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在車輛的進駐沿線 及工區內 我們如果有裸露地的話 我們會灑水抑制陽成 改善植被的健康 那另外在營運期間的話 我們會綠化的植帶 我們是先以當地的環境先驅物種 加以植被恢復 並且加強水土保持的工作 那在交通部分的話 在施工期間 例假日還有學生上下課的時候 我們會嚴禁 嚴禁那個施工車輛的通行 然後另外在土方運送的期間 我們會派專人在入口進行指揮 那在營運期間的話 我們配合宜蘭縣低碳城市的推動計畫 那我們會設置電動的接駁車 那我們會宣導旅客 盡量搭乘交通公安 那在營運期間 我們會設置 我們會做環境監測計畫 那定期的審視 是監測的數據是不是有合格 如果 並且依照這個監測的數字 進行一些改善措施 最後 我們這個案子已經經過了 許多的審查 那未來我們會依照這些審查 合格的內容 我們會切實的辦理 那 努力執行各項的環境保護 承諾 並且確實的執行環境保護對策 減輕開發所產生的環境衝擊 那 接下來 如果 軍民有什麼意見的話 歡迎可以打公司電話 或者是 E-mail給我們 謝謝各位 那我想這個也上次 我們搭上了一個警報 一個 關公主 徐公祈禮館 一個開發的一個 概況 一個內容 那接下來是不是 這位 鄉親各位朋友 那如果有什麼樣的一個意見 我們可以提出來 我們也會把這個意見 做成會議紀錄 謝謝